我是刘姨,六十岁 六十大寿这天,老伴宴请了所有亲朋好友 大家齐聚一堂,为我祝寿 正当气氛正浓时 大儿子和大儿媳拉着六岁小孙子的手出现了 两人脸上喜气洋洋 大儿子手里还托着个首饰盒子 上来就给我跪下了 儿子助老妈身体健康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说着把手里的盒子打开 妈,这是我特意给您选的翡翠玉如意 带着对您身体好 大儿媳在一旁酸溜溜开口 妈您就赶紧带上吧 我也想买一个她都舍不得 看来还是妈妈最亲 一听她这话,老伴脸上的笑眉了 立刻阴沉着脸,养了她一辈子 给老妈买个礼物,还说三到四的 我脸上淡淡的,伸手接过就放到了桌上 这时,小儿子一家也来了 她手里提了个蛋糕 小儿媳则提了个保温筒 小孙子一看见我和老伴就热情地飞奔过来 扑到我们怀里 小嘴巴甜甜的 祝奶奶浮如东海寿比南山 我爱你们哟 说着还给了我一个大大的亲亲 小儿媳把手里的保温筒放到桌上 立刻就问我 妈你今天舒服点没 我约了个老中医的号 后天陪您去看看 我拉着她的手,心里暖暖的 大儿媳在一旁变了脸色 大孙子也一个劲儿问 什么时候开席 她都饿坏了 老伴转身 从随身包里拿出一份协议 在开席之前宣布 老伴拿出的 是我们经过公正的遗嘱 上面已经写好了 我们的财产如何分配 看着老伴拿出这份东西 刚刚还闹哄哄的大包间里 顺势安静下来 大家都盯着我老伴手里的那份协议 特别是老大一家 大儿媳竟兴奋地扯了 扯大儿子的袖口 脸上是止不住的笑意 老伴深深看他们一眼 开始说话 在这大喜的日子里 我和老伴想让亲朋好友们 做个见证 当然 这份协议呢 也已经公正过 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我和老伴年纪越来越大 很多事情呢 也看开了 这么大年纪 就怕有个意外啥的 先把身后是安排明白了 我们手里 现在还有二百万存款 留一百万养老 剩余的一百万 给小儿子李辉 我和老伴名下 还有三套房 一套我和老伴居住 一套用来出租 我和老伴收租 一套给小儿子 我们死后 剩余那两套 也都是小儿子的 至于我和老伴的养老事宜 以后都拜托 给小儿子李辉一家 跟大儿子李男 没有半分关系 老伴说完 亲戚朋友们都不好说话 大儿子一家 却脸色难看 大儿媳当场就发飙 你们欺人太甚 李男不是你儿子吗 我冷冷回他 早在婚后他 把你爹妈接来供养 还给你弟买房 并且让你儿子 跟你家姓时 他就已经是 你家的上门女婿了 不是吗 大儿子眼里有恨 说出来的话 也带着质问 你们这样也太过分了 李辉两口子 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 才几年时间 就让你们东南西北 都分不清了 真是老糊涂 我一听更气 李辉两口子 给我们灌的 都是一日三餐家常便饭 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从你不管我们开始 六年如一日地 对我们劳两口好 这是所有亲戚朋友 都看在眼里的 糊涂的人是你才对 今天是我的六十大寿 你们是我家的客人 喜欢可以留下吃个便饭 不喜欢可以走了 我把他刚刚送我的 翡翠玉如意丢给他 你媳妇不是喜欢吗 拿走 我不需要 他两口子还想再闹 被其他亲戚连劝带拖地 请出了包间 世界终于清静了 大儿子李南 早在六年前 我就对他死了心 我家两个孩子 仅相差一岁 两人差不多时间谈的女朋友 也是差不多时间翼的亲 大儿媳当时是各种作妖 一下要房子加她的名字 一下彩礼要六十八万 折腾得我们头都大了 相比小儿媳一家 通情达理 做事也干脆 父母都是高中老师 有文化更有涵养 彩礼就照当地标准 给了十八点八万 没有多要一分 房子由我加出 没有要求加名字 结婚后 他父母又给了他十八点八万 带着来 一共三十多万存作他的私房钱 所以小儿子的婚礼都结束了 我们和大儿子的岳父母 还是没谈拢 对于房子 我是无所谓的 我家是拆迁户 别的不多 就是房子多 他要加名字也可以 但彩礼要的太多了 我不想厚此薄笔 想跟小儿媳一样 给十八点八万 可大儿媳一家死活不同意 所以一直僵着 最后还是 他怀了孩子才妥协 房子加了他的名字 彩礼给了十八点八万 他全部留给再了娘家 一分都没带来 这些我都不管 只要他们能把日子过好就行 但我不知道 大儿媳实在太能作妖了 大儿子又是个趴耳朵 刚结婚 他就说他怀孕需要人照顾 把他爸妈接了来 住到了他们家 从此 我和老伴去一次 就要挨他妈的一顿词 看看 你家多有福气 娶了媳妇 还附送个保姆 我们在这就是天天做牛做马 伺候他们小两口啊 当我提出他可以回去 由我来照顾时 他又说他姑娘脾气不好 怕跟我起矛盾 就这样 一直到生了孩子 大儿子岳父岳母 一直住他家 更过分的是 他们生了个儿子 孩子竟然随了大媳妇的姓 我和老伴是最重视这些的 正面提出来我家是娶媳妇 不是上门 孩子的姓必须改回来 可儿子还和我们闹 说姓什么都是他儿子 跟我们没关系 好吧 既然你说没关系 那就没关系吧 那次闹江之后 我和老伴基本就不登他的门了 而他们也乐得如此 只是偶尔节假日 假惺惺惺给我们打个电话 说要陪老人 来不了我们家 让李辉陪我们就行 当然可以 所以这六年期间 我们和小儿子一家感情越来越好 小儿媳确实是书香门第出来的孩子 有文化有涵养 还心地善良 对我和老伴那是真的没话说 不仅经常过来陪我们 还帮忙打扫家里 每次听说我和老伴哪里不舒服 也是尽心尽力照顾和医治 这不前几天听说我胃不舒服 还特意天天给我炖鸡汤 所以我和老伴的遗产分配 其实也算合情合理 谁对我们好 我们就回报谁 是